Hello,大家好,我是冯老师 本节课我们来学习双重曝光的制作方法 这种双重曝光我们在电影海报里面可能会经常看到 我们在制作这种双重曝光的时候 最少要有两张图片 一张是本体,就是这个人物的本体 另外一张呢,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风景 那我们现在选择的是一张风景图片 选择议论工具,按住不动把它拖到这个图里面去 在选页卡这里,鼠标往下放 出现这样的加号之后,松手,确定 好,这个图现在就拿过来了 这个图拿过来之后,怎么样将这两张图叠在一起 得到双重曝光的感觉呢 要使用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命令 在正常模式里面,找到一个命令叫绿色 就这样一个 选择完绿色之后呢,下部要做的工作还比较精细 主要是什么呢,调整这个图片的位置 因为其实你光看这样的效果器还不够 但隐隐于也感觉还是出来了 使用移动工具去挪动位置,挪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上下去拖动,一直找到合适为止 怎么样的位置才算是合适呢 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底下的树木放在头发里面 右边把它弄满,大概这样的状态 然后顶上我们等一下会把眼睛和嘴巴稍微插出来一点点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图片的外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不要的元素 我们要把它删除掉 怎么样处理呢?为这个图层1添加一个图层蒙版 添加图层蒙版之后呢,使用黑色的画笔 一定要注意把前景色改成黑色 使用黑色的画笔把透明度稍微降低到七八十左右 右键将画笔大小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把这个外面稍微擦一擦把它擦掉 因为在这个图层蒙版里面如果使用黑色的画笔 就代表可以把它擦掉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 直接擦就完善了 擦的时候最为先不要擦边缘 因为你擦边缘会出现问题 我们慢慢先擦一擦外面 边缘我们要等一下去擦 慢慢擦一下 当你将外面的位置做的还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去调整画笔大小 去改小一点点 同时我们可以安装着人家滚往前滚 将图放大 这时候呢,慢慢的去将这个边缘擦掉 慢慢的擦一下 那这个图发这个位置 注意后退一步擦多了 怎么办 我们把不透明度再降低一点点 降到三四十的样子 这样它的过度会比较柔和 我们之所以去改变不透明度 以及改变它的大小 以及不去动它的边缘 都是为了让它的过度变得更加自然 像这个地方过度实在是不自然的 还可以通过透明度改成100 再慢慢把它擦回来 这都可以 可以反复的去调整 好 这边的位置也是的 稍微处理一下 刚刚有些位置擦多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可以把它返回来 我们先去把大致性的地方弄一下 衣服的边缘 比如这些位置 还是要去处理的 右边像这种有印子的也可以处理一下 当然有的人也可以选择保留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把它处理 你不处理也可以 这个审美是建设的一个事情 处理完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把透明度再调低 调到这个20左右 把这个地方选择20 确定 把这个眼睛稍微涂一涂 嘴巴稍微涂一涂 鼻子稍微涂一涂 就稍微涂一涂这些位置 这个透明度还可以降得更低 比如改成10 改成10之后 它的一个程度就会变得更加柔和 就不会那么生硬 有些位置你可以再擦一下 比如下巴你可以擦一擦 是不是 脖子你可以擦一擦 这都可以根据各样的情况去做一下 还有这些位置也可以稍微擦一下 好 我们来说放看一看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图 通过我们的一个模板的操作 开个眼睛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双重曝光的效果就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双重曝光的效果 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命令呢 主要还是要通过绿色去做 你可以看到了 但你选其他的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但是呢 它总是不是那么像 你看这个叠加如光 它也有这种双重都有的意思 但是这个正统的做法呢 我们是通过绿色 通过绿色去添加文版 去把这些不要的位置去把它擦掉 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轮廓 因为外面地方它有可能是不想要的 我们在做完这一切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现在就被完美的做出了一个双重曝光的感觉 这里面图片也可以去更换 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图片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图片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也可以发现 做这样的一个双重曝光效果 非常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找到两张图片 对不对 迭代起 将其中一张图片呢 给上一个绿色 然后呢 再对这个图片添加一个图成蒙版 拿起的黑色画笔 擦就完事儿 马一擦完 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